好,接著我們要講的是有關於高氣壓跟低氣壓 先告訴你我們的標示 古時候是電碼年代 開電碼要節省 所以1013附近10就不打 所以上面如果寫18代表是1018 上面寫02代表1002 但如果寫98不是1098 大家在1013附近變化 所以98代表叫做998 偶爾你會看到題目上面的數字只有兩碼的 就這樣看 但是目前為止經學測會考都是寫4碼 就是它上面寫多少 OK,就是兩碼判斷的方式 然後重點 這個中心是1010 外面102 外面994 所以它越往外面氣壓越低 這種中心氣壓高旁邊氣壓B我們稱之為高氣壓 又叫反氣權 後面告訴你為什麼叫反氣權 代號 H 高 高氣壓 這個高是相對的高 不是絕對的高 大家在1013附近 所以你是高氣壓 氣壓絕對不會小 但是理論上你只要比旁邊高 你就說高氣壓 平班上面最愛的那位小朋友 幼稚園小班都是高各一個 因為它最高 那就高氣壓 所以要相對的高就可以了 反之 如果越往你越氣壓越低 1016 1012 1008 越往中心氣壓越低 就叫做所謂的低氣壓 又叫做氣權 後面告訴你為什麼叫氣權 代號 L L 低氣壓 低叫Low 低氣壓 一樣這個低叫做相對的低 不是絕對的低 比旁邊低 就叫做低氣壓 你們班上最高的高個到美國NBA 還是矮之一個 相對的低 相對的低 當然大家都在1013附近 如果你是低氣壓 你的氣壓絕對不會高 OK 重點 高氣壓的氣流是順子中旋出 低氣壓的氣流是逆子中旋入 這個是重點要背好 高氣壓順子中旋出 低氣壓逆子中旋入 你要給我記好 解釋 這邊有一個高氣壓 我們的風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北半球向右邊偏 風是這樣子吹出來 這叫什麼時鐘 順時鐘 所以叫做順時鐘旋出 如果是低氣壓 低氣壓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北半球向右邊偏 風是這樣子吹進來 這叫做 逆時鐘旋入 所以 高氣壓順程中旋出 低氣壓逆時鐘旋入 所以結果 重點 我把H跟L塗掉 你要給我看出來 誰是高氣壓 誰是低氣壓 誰是北半球 誰是南半球 高氣壓的風一定出去 低氣壓的風一定進來 因為風從氣壓高隧道 氣壓低 北半球高氣壓順時鐘 那南半的風就是 逆時鐘相反 倒過來 所以我的背法 我的背法 叫做北高順 北二高順利完工 北二的半球高氣壓順時鐘 正正會得正 所以北半球低氣壓正負會得負逆時鐘 南半球高氣壓負正會得負逆時鐘 南半球低氣壓負負會得正順時鐘 隨便你怎麼背 反正你就要跟我背好就對了 然後看到主就會認 認出來誰是高氣壓 誰是低氣壓 誰是高氣壓 誰是北半球 誰是南半球 要記清楚 好就要記清楚 OK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叫做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低壓在左 這個尖尖代表是頭 頭朝前面 所以風從背後吹過來 高氣壓在右邊 低氣壓在左邊 所以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低壓在左 這以前可以躲颱風用的 這以前可以躲颱風用的 船啊躲颱風 照往哪邊跑比較安全那個 那個目前的考試用 有考過以前有考過 所以記住就好了 叫做北半球高氣壓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低壓在左 請你把高低氣壓的氣流方向背好 背好 誰是時鐘 誰逆時鐘 誰旋出誰旋入 你要跟我背好 就是你要學齊的重點 OK